歡迎光臨台科秀 我們這一場的主題是科博業遊趣 大家好我是Lisa 我旁邊兩位是 我是Vincent 我是Salompass 大家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來一場博物館之旅吧 喂喂喂喂 兩位有聽到嗎 有啊有啊 有有有 聽說最近科博館在科學節期間推出夜間活動 聽說很有趣 要不要出去看一看 當然要喔 關了好久了好想出去喔 好那我準備零食好了 那你們要 那飲料給我 那我準備水果 好那我們就去大草皮見囉 OK 走走走 哇今天天氣真好 夕陽好美喔 哇對耶 好久沒有來科博館了啊 好久沒有見到你們了耶 真的真的真的 好趕快來 東西都準備好了耶 對啊 快點我準備水果 這是什麼東西啊 蘋果鴨 蘋果 小朋友這個蘋果看起來好不好吃 這也太黑了吧 蘋果切完本來就會變黃的 唉 看起來一點都不好吃 你還說你要準備水果 結果準備這種水果 那不然你教教什麼方法 講到這件事情 那個就要考驗我們那個科學老師的功力了對不對 我們當科學老師可不當假的 要講那個蘋果為什麼會變黑喔 我們要先拿說一個特調的飲料 這個特調的飲料 礦泉水 礦泉水要怎麼讓它變成烏龍茶 這個時候 身為一個優秀的科學老師隨身都要帶點酒 來 我們把它加一點點點酒進去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喝的礦泉水而已 我們加一點點酒進去 好 你會發現馬上就變成 唉唷 再多一點點 還不夠多的感覺對不對 你喝的烏龍茶是不是這樣做出來的 唉唷 太可怕了對不對 你再加多一點點就變紅茶了 所以下次李化老師給你烏龍茶 所以你如果家裡要喝烏龍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當然不是啦 我們加的是點酒 來 這個點酒要做什麼用呢 我們請一個小朋友來幫我一下 你把他用力的搖搖搖搖到之後他會變透明喔 真的 哇 怎麼忽然舉這麼快我要怎麼辦 來 手先放下來 我們數到3 找一個舉手最快的小朋友好不好 1 2 3 唉唷 最擰擰擰 我們拿一下麥克風 來 我們到前面來 我們到前面這邊來 我們到前面這邊來 你叫什麼名字 陳品漢 陳品漢 從哪裡來的 來看鏡頭 我們看前面的鏡頭 你從哪邊來的 這裡 很好 這裡是個好答案 來 我們用力搖 用力搖 搖到最後他會變成透明的喔 你不要把它摔破啊 不要把它摔破 用力 糟糕 糟糕 你不夠用力的樣子 來 給老師看看 怎麼忽然覺得有點噁心 我只看到一堆泡泡 謝謝你 謝謝你 這邊有小禮物可以 唉唷 還有小禮物可以選 可以挑 唉唷 真聰明 挑那個 至少那個可以喝 這個不能喝 可是 這個就是泡沫紅茶的來源 沒有啦 這太噁心了啦 剛剛不是說咬了會變透明嗎 剛剛小朋友咬過了 這樣子不公平 我再加一點點 換我來咬試試看 好 試試看喔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會變成透明的喔 會不會變成紅茶 現在是烏龍茶 你剛剛咬了幾下 我知道你剛剛咬的角度不對 你要有一個特定的角度 然後記得屁股要跟著一起咬 變白了 變透明了吧 看到沒有 有 太厲害了 快叫叫我 這個時候通常又有一點掌聲對不對 變透明了耶 其實剛剛我偷偷加了一樣東西 我偷偷加了一樣東西 裡面我加了一個維他命C在裡面 我剛剛打開的時候 其實又換了另外一個蓋子 我桌上有兩個蓋子 那為什麼加維他命C就會有這樣子的效果呢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的物體 我們的那些水果 也許像我們蘋果 會變黑 那大部分的時候就是因為氧化了 很多物質氧化都會變黑 那我加入一個檸檬C 那個維他命C 那維他命C它很容易會吸收氧 那它吸收氧之後 就會把點酒給還原了 它就會變成透明的 它就會變成透明的 你看我們可以用點酒就知道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有吸收氧的功能 那如果它很容易吸收氧 它就可以防止其他的東西氧化 我們就把這種東西叫做抗氧化劑 那加這種抗氧化劑 就可以防止這個物品氧化了 那除了維他命C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 它又有類似的效果 你們平常在那個吃火鍋的時候 很喜歡加一樣東西 那個Vison你不是很喜歡吃一樣 長條形的水果 不是水果 蔬菜 蔬菜 對 我們在煮火鍋的時候 很多人很喜歡加金針菇 那金針菇要白色的才好吃 早期啊 早期就會有一些商人 他們會拿那個金針菇 我需要一點水 可是我不能用這個水了 我去旁邊拿一點水 因為我的水好像放太遠了 好 我們早期會用另外一種東西來幫金針菇漂白 類似像這樣子 它顏色就不見了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那種東西叫做二氧化劑 二氧化劑其實現在已經不可以用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金針菇正常來講 其實不會用二氧化劑來漂白 好 那二氧化劑我們要從哪裡去找呢 對 有一樣東西裡面就有二氧化劑 這個 火柴 橡皮擦 好 我努力想像一下它叫橡皮擦 火柴 火柴我們點燃之後 是有一個鞭炮的味道 那個鞭炮的味道 其實就是二氧化劑的味道 那我們把火柴點燃之後 很快的把它丟進去裡面 如果它變透明表示什麼意思 成功 對 成功很好 就是成功了 表示我把這個點酒剛剛我們提到了 它變成沒有顏色就是還原了 那還原的意思其實就是我用了另外一個 更容易氧化的東西來阻止它氧化 反正就是犧牲我自己就對了 你不喜歡氧那我來吸收氧 那我們就把它很快的點燃之後 稍微蓋起來 稍微蓋起來 不要讓二氧化瘤跑掉 好 我們搖一搖 搖一搖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又變透明了 還有煙呢 還有煙 這樣子就會有那種迷幻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二氧化瘤它的功效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有兩樣東西 有兩樣東西它有抗氧化的功能 還記不記得 舉手 好 我們數到三喔 看有沒有小朋友知道 我剛剛講的兩樣東西 它都有可以阻止氧化的功能 它很容易氧化 我們把它叫做抗氧化劑 是哪兩樣東西呢 我數到三 一二三 我們請這個小朋友 來 我直接拿給你 來 你叫什麼名字 大聲一點 鄭永軒 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來的 豐原 台中人很好 拿兩樣東西 太好了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可以交給獎品 你要什麼東西 你要 可以出來自己拿 那我們剛剛講到有兩樣東西 有兩樣東西 可以防止它氧化 所以 你知道你要怎麼做了吧 知道 塗檸檬 對嘛 為什麼塗檸檬就可以 因為它維他命C很多 大家都叫我吃檸檬 檸檬裡面有很多維他命C 對不對 所以 拿一顆蘋果給我 蘋果 挑一顆 挑一顆 比較紅一點 應該比較甜 這個實在是看起來 看起來實在是太不好吃了 我們現在馬上來測試一下 好 我們現在就切一顆蘋果起來 這一顆蘋果 大家看到 兩顆都一樣白 來 那我們一顆把它塗檸檬上去 這邊已經切好的檸檬了 好 我們就拿右邊這一顆 原來你那麼喜歡檸檬 好 我們把它塗一點點檸檬上去 好 一顆有塗檸檬 然後一顆沒有塗 好 一顆沒有塗 好 我們就把它放在旁邊 待會兒我們就來看看到底 哪一顆會變黑 好不好 這樣子處理才對嘛 知不知道 蘋果汁呢 我們怎麼買蘋果汁 這頭也有嗎 講到這個沒有錯 蘋果汁 蘋果汁的話 它裡面為了讓它不要看起來那麼可怕 因為如果它打成汁 它更容易氧化了 所以你仔細看蘋果汁上面 就會寫一個維生素C 它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就要防止它氧化 你不要以為吃了它 你就可以吃到很多維他命C 想太多了 那有一些其他的飲料 像這個 對對對 我最喜歡喝這種茶的飲料了 那這個茶的飲料裡面 也有防止它氧化的維他命C 可是它有些時候不是寫維他命C 它會寫什麼 分解茶 對 它會寫分解茶 它裡面也有一個是抗氧化劑 可是它寫的不是維生素C 它寫的是抑抗壞血酸 這個名字聽起來很可怕 有壞血酸 其實它就是維他命C的學名 所以這個也是加了維他命C 所以這些其實都有加維他命C 對啊 維他命C不是吃起來酸酸的 如果什麼東西都加不就怪 很怪嗎 對啊 我吃餅乾一點都不想要吃維他命C 餅乾 你不是很喜歡吃那個菜脯餅嗎 菜脯餅這邊有 來來來來 這個酸的應該就不好吃了吧 這個超好吃 我就記得你喜歡吃這個 對 你看那個菜脯餅上面 這是鹹的 上面就有寫一個 維生素E 聽說這個是抗老聖品對不對 那我可以多吃幾包 這剩下都給我好了 哎呀 想吃就說嘛 少來用這一招 維他命E其實它就是另外一種 油性的 比較適合放在鹹的東西裡面的一種抗氧化劑 那還有一種小朋友很喜歡吃的 想要小朋友會吃 我就知道你會拿這個 對不對 小黃子麵 黃子麵裡面也有 它也有抗氧化劑 可是它寫的就不是維他命E的 它寫什麼呢 看得到嗎 混合濃縮生育醇 聽起來又很可怕了 有生育醇是什麼東西 生育醇其實就是維他命E的學名 所以看到那個不要太害怕 其實它就是維他命E 這些都是屬於天然可以食用的抗氧化劑 這是加在那個食物裡面的 對不對 Lisa 我講得那麼認真 你就拼命在那邊吃就好 我想吃豆干了 但這裡面也有一個包是抗氧化劑嗎 還有乾燥劑嗎 講到這個我就知道你會提到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很多人很喜歡吃豆干 可是豆干裡面需要加乾燥劑嗎 要喔 豆干不就是濕的還加什麼乾燥劑 豆干你不要看到乾就是乾的 豆干是濕的 乳汁豆干是濕的為什麼要加氧化劑 為什麼要加乾燥劑 其實裡面這一包 你會看到豆干裡面有一小包 我們把它拿出來了 拿出來了 這一包其實它不是乾燥劑 因為它本來就是濕的那也需要乾燥劑 它是可以被吸住的 有什麼東西可以被磁鐵吸住 其實它是一包鐵粉 好 那鐵粉的話 它本身也是一種很容易氧化的東西 它也是一種很容易氧化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會把它放在那個包裝盒裡面 來吸收那個包裝裡面的氧氣 所以它也是一種抗氧化劑 可是它不是添加在裡面的 它不是添加在裡面的 那如果是乾燥劑的話 我們最常看到的乾燥劑其實是 這個最大桶的 科學結海苔 科學結專用海苔 對 對 海苔就一定要乾的 所以大家都有看過 海苔裡面有一包這個東西 對 這個就是真正的乾燥劑 這個乾燥劑的成分是什麼 上面有寫生石灰 它是石灰 石灰不是我們露營的時候 撒在外面防舌的那種嗎 對 這不是不可以吃嗎 有些人很喜歡露營就會在旁邊撒得很好 我知道露營專家 所以常常會用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確是不能吃 你不可以直接接觸到它 不會直接接觸到它 所以你如果要把這種生石灰 當作乾燥劑的話 通常這個包裝都會是跟它隔離的 它不可以直接接觸食物 可是有一些它會直接接觸到食物的 比如說它有什麼 海苔還有這個 它明明就裡面也有 對 你看這種海苔你把它打開之後 它就直接是這樣子的 它也要乾燥 這時候不能放這種石灰的 它還放另外一種乾燥劑 矽焦的 它就比較安全一點 雖然它的效果沒有像生石灰那麼好 可是也是有效果的 也是有效果 填飽肚子用的 我就知道你最喜歡這個東西 堅果也是 堅果所以也是要乾燥 可是它也沒有包裝 所以堅果後面我們放的乾燥劑 也會是一種矽膠型的 也會是矽膠型的 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手上是不是都有雪餅 都有雪餅對不對 可是你拿到的雪餅是已經弄好的 裡面還有一包乾燥劑 雪餅也要乾才可以 你吃到軟軟的雪餅 你應該會覺得很難吃 所以裡面也有一包乾燥劑 可是這一包乾燥劑又跟人家不一樣了 你可以看到它寫的是天然礦物成分的 它是一種多孔的材質 天然的礦物成分 那也可以吸收水 讓你面保持乾燥 這個才叫乾燥劑好嗎 對 哎呀 吃東西不要只是吃 學一點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出來野餐 好多學問在裡頭 我本來只是想輕鬆野餐 就你 我已經把它吃完了 我們都吃完了 我就太久沒看到你們 你知道嗎 就真的是太高興了 高興到發現老師魂就會上來了 好啦吃飽喝煮啦 那我們準備啦 準備要下一場 要去科博館參加活動了 真的 對齁 我們今天晚上還有很多節目 趕快趕快 我們趕快去參加下一個節目 當然去下一個節目 走走走 哇 你看那邊好多人喔 對啊 我不知道晚上科博館有這麼多人 對啊 活動已經開始了耶 早上吧 麗莎我們趕快過去看看吧 喔 聽說今天有月食耶 我們快點快點 等一下會不會錯過了 哇 月食耶 嗯 月食 月食不是要滿月的時候才會有嗎 對啊 今天這個活動 月食哪時候會出現啊 啊 哇 滿月 天啊今天月亮好美喔 真是又大又圓耶 嗯 嗯 啊 老師老師你這是今天活動的主持人嗎 嘿 歡迎來到我們科博館這邊的一個看月食的地方 大家好 欸 我們現在在地球上要觀察我們的月食 欸 有看過月食的請舉手 又 哇 好多頭鞋看過月食喔 有透過我們望遠鏡看過月食的請舉手 欸 不錯喔 有幾位喔 那我們這邊問一下 欸 你望遠鏡中看過的月食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來 我們有沒有麥克風可以遞過去 來我們這邊 啊 動動 你看到月亮上面有動動 OK 好 這是在平常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到 那月食的時候 你看到的月亮跟平常月亮有什麼不一樣 一圈光 一圈光 OK 你看到的光是不是跟你現在看到的月亮長得不太一樣 有什麼 那個光跟這個光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用麥克風 如果有親眼看過月食的同學 我想你對於那個顏色會印象深刻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亮的白色為主的 那月全食的時候 我們看到月亮 顏色好像有點不一樣喔 要不要講看看 或是有其他同學有看過 在望遠鏡中看過月食的 要不要跟我們講看看 什麼顏色的 紅紅的 灰灰的 有人看到灰灰的 其實這就有點灰白對不對 那有同學看到 紅紅的對不對 誰看到紅紅的舉個手 來我們麥克風要不要遞過去 跟我們描述一下 大概是什麼樣的紅 就是 紅紅的很像 很像 偏 什麼顏色的紅呢 就是 夕陽的這種感覺 橘紅色對不對 為什麼會是橘紅色呢 OK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地球 上面其實有個大氣層 對 當光線經過我們大氣層的時候 大部分被我們地球本體擋住了 但是邊邊這裡有什麼 我們在地球上是有空氣的 所以 我們的光線被地球固體擋住之後 有一部分的氣體 會把光線折射到後面 那折射到後面的顏色 那折射到後面的顏色 就好像你的紅綠燈 紅黃綠 哪個顏色最容易被射到遠方 紅色 所以你看到月亮在月時的時候 顏色就是偏紅紅的 下一次看到的時候 你可以去驗證一下 看你看到是不是紅紅的 月時其實有好多好多有趣的事情在裡面 除了顏色之外 它還可以看到很特別的一個形狀喔 來 我頭上戴的這個是什麼東西 地球安全帽對不對 好 這個安全帽是地球的造型 地球是什麼形狀 圓形 圓形 OK 看喔 是一個圓形的地球 但是 你怎麼證明地球是圓的 那你舉手 那你來吃吃看好不好 因為地球會旋轉 旋轉 它 它平常 等於 我幫忙 這樣 給它 四個 喔 我們的小朋友說 因為地球會旋轉 所以 其他形狀不會像地球一樣到處轉 好那我轉給各位看 欸 掉下來了 我是圓形的嗎 不知道 欸我這個人不是圓形的對不對 但我會不會轉 對啊 所以不是圓形也會轉喔 那 在月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地球是圓球狀的一個特徵喔 其實 我們 現在 各位看到地球 是 離開地球 回過頭來看地球 但是我們生活在地球上 在1957年 我們幾乎到太空時代 從太空中看回來之前 我們其實 沒辦法真的確認 地球到底是什麼形狀 很多人會覺得 欸地球是平的對不對 你看到地平的 你在海上看到海是平的 你在飛機上 欸你看到雲 也沒辦法證明地球是平的對不對 所以 我們 馬上就要發生一個月時 我們來看月時發生的時候 月時的發生 是地球的影子遮住月球 當月球 進入到影子裡面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一個圓弧的影子 遮住月球 那個圓弧怎麼來的 就是地球的形狀 所以早在 我們進入到太空時代之前 我們就可以觀察月時的形狀 來證明 地球就是一個圓弧形的一個表面 OK 這就是月時 除了顏色特別 它還可以拿來做地球形狀的一個佐證 所以值得觀察 OK 這是我們有趣的月時 老師那除了月時是這樣 那日時呢 哇 OK 日時 去年柯博館有辦個日 日時觀測的活動 其實很精彩 那個原理到底是怎麼樣 OK 柯博館要什麼有什麼 剛剛各位看到了漂亮的月球 那我們現在給我一個漂亮的太陽 OK 哇 謝謝 OK 我們的太陽 帶給我們地球 非常非常大的能量 而我們要看到日時 其實是各位地球上的觀察者 看到了我們的月球 遮住太陽的一個現象 欸 各位手上有雪餅 我們現在請各位把你的雪餅拿出來 不急著吃 待會我們再把它給吃掉 你可以把你的眼睛當作是地球上的觀察者 而你的雪餅可以當作是月球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眼睛跟太陽中間 請問你的雪餅有沒有擋住太陽 沒有 沒有擋住太陽 沒有 那是因為你的雪餅離你比較遠 看起來比較小對不對 就好像我現在拿著這一個月球 如果我這樣子經過太陽的表面 欸 各位也只有看到 我的月球擋住太陽中間而已 但是如果我把月亮拿遠一點 請各位把你的雪餅靠近你的眼睛一點 有沒有擋住太陽了 OK 我們的月球 我們的月球 繞地球轉 本身就是一個橢圓形的軌道 既然是橢圓啊 它就有時候近 有時候遠 對不對 不是正圓 正圓的話半徑都一樣 但是當你是橢圓的時候 但是當你是橢圓的時候 如果你的月亮離你比較遠 就是你把雪餅拿遠一點 看起來小一點 它遮住的太陽 就會是只有遮住中間 外面還留下一個環 就是去年6月21號夏至的時候 我們所看到的日環時 如果你的月亮在繞地球轉的橢圓軌道上 離我們比較近的時候 請把你的雪餅靠近你的眼睛一點 你就會發現你把整個太陽全部擋住了 就叫日全食 還沒有結束喔 來 各位 現在你的雪餅放在眼睛前面 然後呢 閉上一隻眼睛 張開一隻眼睛 把雪餅放在張開的眼睛前面 擋住太陽 日時發生對不對 好 保持同樣的姿勢 太陽不動 月亮不動 換一隻眼睛張開 本來張開的閉上 本來閉上的張開 請問你看到的石 跟剛剛一樣嗎 剛剛看到的石 如果是完全擋住的日全食 換了一隻眼睛之後 你是不是只看到擋住一點點 偏食或甚至沒有擋住對不對 請問你兩隻眼睛 手可以先暫時放下來 請問你兩隻眼睛 有沒有距離很遠啊 沒有啦 沒有人的眼睛長這樣的吧 我們都長在前面相距不遠 這樣我們才有立體視覺 大腦接收我們眼睛兩個相差一點點的影像 在大腦裡面形成一個距離感 所以其實你的兩隻眼睛可以當作是地球上 相距不遠的觀察者 有地方看得到 換一隻眼睛換一個觀察者 他看到的就不一樣了 有可能從一個地方看得到日全食 另外一個地方只看到日偏食 所以請問月食跟日食 誰比較容易觀測得到 月食 月食只要一發生 你在夜晚地區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月亮在影子裡面 同一個月亮 同一個影子 你不管在地球上什麼位置 你看到就是月食 大概有半個地球 都可以看到月食的發生 但是日食呢 一隻眼睛看得到 另外一隻眼睛看到的就不一樣了 所以日食比較不容易觀測得到 要解我意思嗎 好 如果你要看日環食 去年看到了 但如果你要看日全食 推薦各位 2026年8月12號 要飛到冰島 為什麼要飛到冰島 因為我們說過 日食的發生 只有窄窄的一個區域 只有那個冰島 可以被影子切過去 為什麼特別推薦這個日子 因為8月12號是暑假 各位同學 如果各位有老師 比較容易 可以到冰島去觀察 而且冰島也是 中央級露出水面的一部分 也是熱點還有冰川 甚至有機會可以看到極光 所以推薦大家 可以記得這個日子 2026年8月12號 但如果你不像我們 這麼瘋狂要飛出去看 你要留在台灣看 那我們一起好好的養生 2070年4月11號 在車程以南跟南語 有機會可以看得到台灣的日全食 我們到時候見 OK 原來日食月食這麼有趣 這麼厲害喔 沒有聽老師講都不知道啊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活動啊 有啊有啊有個光彩幻影啊 我們趕快去 聽說是很棒的特展耶 聽說還有聘請一個很厲害的畫家 我們趕快進去看看吧 畫家 請畫家 這裡分身就是這個 老師你是那個特展的特展人嗎 聽說你很厲害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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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哪一派的畫家 我是科學魔術畫家 這個沒聽過耶 聽起來很厲害 因為我是科學家 我又是魔術師 我也是畫家 我也是畫家 所以我叫科學魔術畫家 那你可以幫我們三個畫一張嗎 喔沒問題 沒問題 真的啊可以 這是我的東西 我叫Vincent 你喜歡反骨的畫 可不可以幫我畫 反骨的畫風 反骨 有聽過反骨嗎 喔好 沒問題 等一下我們看看反骨的什麼樣子 那你喜歡什麼 我叫Lisa 我超喜歡達文西的 達文西 達文西 蒙娜莉莎 蒙娜莉莎 欸有像 那剩下最後一個了 是 碧卡索 碧卡索 有沒有聽過 碧卡索厲害吧 我講了大家都知道碧卡索 碧卡索是20世紀最偉大的畫家 真的喔 是是是 那你要幫我們畫 畫像一點 沒問題 畫帥一點 你們擺個姿勢 沒問題 沒問題 那畫畫需要一些道具嘛 對不對 人身顏值最勾服要出現的 好來 真的 要有什麼 要擺什麼姿勢 來來來來來 怎麼面向你嗎 要擺什麼姿勢 自己自己 自己看就擺好 擺好姿勢喔 擺好姿勢喔 好 你自己決定就好了 不要一直問我 我現在很緊張 站好 站好 我現在要人質 顏值最高峰的時候 欸 那個 畫畫 欸 不要動 可是 你一直動我怎麼畫 我想不到我要擺什麼姿勢啊 怎麼擺都好看 你可以把你每一個面向都擺出來 很好 好來 繼續畫 你都沒有跟我講 要哪一個姿勢比較好看 你 那個這麼帥的人 如果被你畫爛了齁 好了 欸 好了 怎麼那麼快 畫好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看一下 我都還沒小好姿 欸 沒問題 好來 準備 哎呀 來 我們來個神秘登場 來 很緊張餒 這邊轉轉轉 好來 哦 這是誰啊 這是我嘛 哎呀 太厲害了 我看起來怎麼那麼憂鬱啊 是啊 有像你耶 有像喔 有像耶 這是反骨 憂鬱王子 再來喔 這是誰啊 是我 萌瑪莎 我剛剛就是擺這個手勢沒錯 欸 對 沒錯 我就按照你的姿勢畫的 最帥的來了 最帥的來了 最帥的你了 好來 畢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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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真期待 欸 欸 這是誰 很像你耶 你就亂動嘛 你確定這是我 脖子是你啊 你看 我那麼帥 我會變這樣子 眼鏡啊 你看 小朋友算不算 對嘛你看 像不像他 像 鼻子像不像 不像 噢 嘴巴像不像 像 還要戴個口罩 我忘了畫口罩 哎呀 不過真的耶 我的帽子跟我的圍巾 嗯 哎呀 這個太誇張了吧 啊 你就這樣轉一圈 是啊 我是魔術師啊 而且我們有三個人 你這樣畫 這個到底你畫的一張還是三張啊 所以這是一張還是三張 有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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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有沒有看清楚 三張 來 我們再變一個 我覺得這很像那個耶 來 慢著喔 先關燈 老師你要給我們什麼 來 欸 夜友博物館需要什麼 手電筒 喔 來 這個是什麼顏色 奇怪了 這到底是一張還是三張啊 可以 紅的給你 欸 喔 綠的 綠的 好來 紅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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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的手 這我的手 你們呢 你們照看看 臉呢 臉呢 你的臉呢 我給另外照 臉 欸 這是蒙娜麗莎嗎 換我 欸 所以 這是 這是一張嗎 你擋住小朋友 你要不要過來這裡 哎呀 你的臉 蒙娜麗莎你的臉 有沒有出現 我的臉 你看我這麼優雅的笑容 換我 欸 又出現了 你的憂鬱王子出現了 所以我們 應該是高科技吧 AI做的 這是電子看板啊 這個 是不是電子看板 這個一定是螢幕 你根本就沒有畫 這是電腦螢幕對不對 欸 可是為什麼 我們照同一個地方 它會有不同的東西出現 螢幕可以做到這樣嗎 欸 觀眾要不要拆拆看啊 我們 嗯 把它拿下來看看就知道 好等一下我們再來拆好不好 好 好 來我們開一個綠燈好了 我們要拆下來嗎 哇 這是 那我們要拆 你要試試看 好 我們來試看 這是 真的是一幅畫 一幅畫耶 我們來拆下來看看 我不相信 你不要拆破了 等一下要賠人家特展錢耶 真的耶 它只有一幅畫 然後我們 就這樣子 用不同顏色去照 就出現 那我們拿靠近一點給觀眾看看 先關燈 關燈 然後 好 這是一張紙 是一幅畫 紅光照照看 你看 照照照臉 好 好 好 那 綠光要照照嗎 哇 真的是一張 真的只有一幅畫耶 OK 真的是魔術師啊 當然當然 我們把它貼回去 把它貼回去 我們把燈都打開好了 好不好 好 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欸 欸 喔 有沒有看到蒙娜麗莎 有沒有看到 返古 有沒有看到 比卡索 有沒有 為什麼都沒看到我 好來 有沒有哪一位小朋友 知道原因 來 數三下好不好 一二三 好來 這一位 來請到前面 麥克風 好來 請對大家說明 五萬就有一點好 同不同意 同意 好 我送他一個獎品 小張的 等一下來跟我領 紅藍綠的燈 那回去你就可以變魔術了 OK很棒來 你叫什麼名字 黃濟祥 黃濟祥 好 好謝謝你 還有沒有誰可以講得更清楚 要講得更清楚才有喔 因為他剛才已經講答案講差不多囉 好來一二先放下 一二 還沒啦 三 來這位小朋友 來 來來 說說看沒關係 說錯了不會打屁股 偏光 沒有說對 好沒關係 那老師來說明好了 好不好 老師來說明 那老師要說明呢 老師用另外一張畫來說明 有沒有很漂亮 這張畫呢 他有很多鮮豔的顏色 是不是 有很多鮮豔的顏色 那邊是紅色 什麼色 橘色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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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淺藍或者青色 這個是深藍 這個呢 紫色 或者粉紅 或者 洋紅色喔 然後還有一些黑的白的對不對 OK 小朋友呢 看到的顏色 它是在 我們印象中的顏色 我們的印象怎麼產生的 白天 太陽光照射 晚上 或者我們室內 燈光照射 那 燈光呢 我們人 發明的 我們把 燈光的顏色呢 把它設計跟 太陽光很像 那我們看到的顏色是在 其實就相當於 太陽光照射之下的顏色 對不對 我有沒有說錯 喔 我們看到的顏色就是太陽光 或者人照太陽光的顏色 那 欸 我把 燈全部關掉的時候這個畫自己會不會發光 假如按摩摩的 它自己會不會發光 不會 它不會發光 好 但是 它會 反射光線 也就說我們 燈光或太陽光一照 它就反射光線到你的眼睛 那假如它反射的是 黃色的 你就看到它黃色 它反射紅色 你就看到紅色 所以它的顏色呢 是反射太陽光的顏色 但是 假如我現在呢 不是給它太陽光的顏色 而是 譬如說紅的 藍的 綠的 那它反射情況就不一樣囉 也就說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 物體的顏色是 來自 外面光線 然後它選擇性的 反射出去 每一個顏色反射不一樣 然後我們直接用看的好了 我們來看 紅光照射之下會 看到怎麼樣 好 關掉 外面的燈 這是紅光照射 結果呢 我們看得出 右半邊的臉都是亮的 是不是 那右半邊本來是什麼 有紅 有塵 有黃 對不對 對 好 我們開 綠燈 哎 綠燈呢 下面亮了 那這邊也亮了 那這邊暗了 藍燈 喔 這邊亮了 那這邊暗了 那這頭髮這裡也亮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呢 連續來個三輪 喔 OK 這最後一輪 好有沒有記下來 謝謝 開燈 先開燈 記不住對不對 記不住 好所以我們呢 我們來跟它做個記錄 好我們來做記錄 我們怎麼記錄呢 我們剛才看到的 當你 一個顏色燈亮的時候 它會有些比較亮 某一個色調 比如說紅色調 有些比較亮 有些比較暗 我們來記錄呢 到底哪些比較亮 好那請 紅色的來 哪一位來幫忙標示 有有有 我剛才都有很認真 喔好 我們用這個來標示 我們現在開紅燈 這裡紅色 這邊亮對不對 各位小朋友幫忙看 它有沒有標錯了 哎呦這裡 我記得也好亮 你看有人幫我作弊 直接用看就知道啦 這裡也好亮 這上面寫一個R對不對 有一個顛倒的R 一個正確的R 都是R 白色這裡也好亮 頭髮 頭髮是不是也是亮的啊 頭髮右邊頭髮 有這裡 喔這邊頭髮也是亮的 好這邊標上去都是R R代表紅色 喔 是不是這樣子啊 好我們現在改綠色的 來 綠色我來 好哪裡比較亮 這邊 喔好 然後這邊 還有那邊 好 還有呢 這裡紅 對 還有哪邊 這邊 這個有沒有亮 喔這邊 這個也有這個也有對不對 來 好 高一點 對可以這樣 好我的綠色 這樣對不對 好再來藍光 喔藍色就是我啦 喔我又出現我帥帥的樣子 喔這裡 喔 那邊 小朋友幫我指一下 來小朋友有沒有人要出來幫他幫 Salon Pass指一下啊 這裡 嘿好 還有 還有沒有 還有哪裡來 這個是哪裡的 還有那個啊 什麼顏色都會亮的吧 喔頭髮這邊 喔我看到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對 還有 這個這個這個 喔這裡也很亮對不對 對不對 那裡 還有沒有 啊 眼睛 眼睛呢 太小了我們就不貼了 這樣啊 比較小的就不貼了 小朋友講了我們就把最後一張也貼 這樣子喔 好但是眼睛就 貼不完整 喔 眼睛這樣貼就不完整 譬如說 紅光 來 來個紅光 眼睛也是亮的啦 好 所以這個就 剛才沒有貼到的 就不要貼 OK 好 好啦我們來開 開燈 哇好熱鬧喔 不急 我們來慢慢看 紅色會亮的 我們來看有R的 有R的 有R的 是不是紅色會亮 這也有R 這個 啊這個粉紅色 紫色會亮 橙色會亮 橘色會亮 黃色會亮 白色會亮 白色會亮 所以紅光照射呢 有這幾個會亮對不對 所以老師呢在畫畫的時候 我在畫 蒙娜麗莎構圖的時候 我就用 這些顏色 來畫出蒙娜麗莎的 亮的部分 了解嗎 然後比較暗的部分就用其他顏色 同樣的道理 我要畫 彷骨的時候呢 我就把 有綠色有G的 綠色 這個也是綠色 青色 還有什麼 黃色有G 是不是 白色也有G 所以我就用這些顏色呢 綠色青色 這個淺藍 黃色白色去畫出 繁骨 另外一個藍色 一樣的道理 欸 那假如呢 紅色蒙娜麗莎也要亮 繁骨也要亮 兩個都要亮那我怎麼辦 用什麼顏色來答對了有講 好來這位小朋友 白色沒有錯 有有講 OK送給你一張 好那老師再把 再出一次喔 紅色要亮 綠色要亮但是藍色要暗 再聽一次紅色要亮 綠色要亮 藍色要暗 只有G跟R要亮 用什麼顏色 紅色 好來手放下再來一次 來 科長幫我們選一位 等一下 好來 先手放下 後10到3 2 3 那個 蘋果先前上台 好來 黃色 黃色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紅的 R要亮 G也要亮 有哪一些是R也亮 G也亮的 R G 都要亮 是不是黃色 沒錯 好那 他的原理就是這樣 好最後再問一個 假如三個都要暗 那怎麼辦 好來這位小朋友 最后面那一位 白色口罩的 三個都要暗 不對不對不對 來 重來 1 2 3 好來這位小朋友 三種都要暗 什麼顏色 但是我要照光啊 我都要照光但是他要暗 怎麼辦 好來 黑色 黑色正確了 黑色 照什麼光都是暗的 是不是 OK好 所以原理呢就是這樣子 OK 那 來送這位 送魷魚絲啊 你要魷魚絲還是要這個 還是要這個 魷魚絲比較實在啊 OKOK 好那 老師的這個科學魔術化呢 就 說明到這裡 說明到這裡 同學 各位小朋友呢 可以來前面跟這個照相 你可以錄影 然後配合不同顏色變化 錄一段影片 OK 好 謝謝各位 好 那我們請邀請三位老師到台前 好今天我們有三個主題 對不對 然後第一個主題是什麼 好嗎 暢陽好食在 吃這個也養吃那個也養的 小龍扒 如果覺得他很棒的請姑姑掌 然後第二個主題呢 是講月食的 月食地影 很棒的姑姑掌 謝謝大家 謝謝 好第三個主題 是 光彩歡迎 各位講棒的請姑姑掌 謝謝各位 等一下 你剛才的蘋果呢 蘋果蘋果 我們要看一下 我要證明你沒有騙人啊 哎呀呀呀 幸好你還記得這件事情 噢不 當然要記得 因為你剛一直恥笑我 這個是剛剛有 塗檸檬汁的 這個是沒有塗檸檬汁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了嗎 那有塗檸檬汁的 是不是比較白 那沒有塗檸檬汁的 比較黑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樣子來防止它氧化 這個底下可以吃 可是現在不能吃 我先放回去 今天很謝謝三位老師來參加我們的台科秀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參與的老師 從北部開始好了 北部 是 新莊高中的 吳元旭老師 謝謝各位 然後還有我們在地的中部的 長藝高中的 林軒愛老師 謝謝大家 還有高雄 中山副中 副 中山大學副中 副屬高級中學 我比較記得國光高中 謝謝榮青老師 謝謝大家 OK 好今天的演示 等一下會有一個現場體驗的活動 所以歡迎大家留下 這是現場最好的鼓勵 因為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直播的節目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們各位現場跟 鏡頭前面的 大家會 然後 看著鏡頭揮揮手 我們就結束直播的內容 好謝謝各位 然後等一下的話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下來做鼓動 好跟鏡頭招招手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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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